燕雕传统方面的主要还是以浅浮雕为主 因为摄焰它的性质决定的 它是成钻的片叶岩 所以它不太适合做这种镂空的 或者是那种深浮雕 但是现在由于有一些设备辅助的话 也有深雕的跟透雕的 所以摄焰后来品种越来越多 就是说有一些你想保留的 就是说利用的 你可以做浅浮雕这一类的 但是有一些像池子里面挖的比较深的 那些就属于深浮雕 再还有镂空的也有 就是说一个叶它可以结合 深雕浮雕都可以结合